平川树林定天天亮目寿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由人组大战兽组 建称人寿大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L秋天的落叶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他的ID叫Tank国王 最近他的比赛比较的受欢迎 其实打法非常的有想法 但其实他和平川一样 是一名87年的老大哥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兽组 ID叫夜狐落风波 这名兽组的ID有点意思 好 开局的话一上来 这边Tank国王 又是早早的放下一个农民过来造房子 一方面是侦察 离于另外一方面的话 有可能可以打乱对方一个链接节奏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发英雄 兽组这边手发的是剑圣 不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先知配猎头 而是用剑圣 家里的话没有造兵营 首先放的是战争模仿 那这个打法的话前期剑圣骚扰能力非常的强 我们看一下人组这边怎么选择 人组这边是先造兵营后造祭坛 那对于Tank来说 他有可能是首发山丘 当然也有可能是选择中立开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Tank的一个选择 这里的话 造第二个房子 与此同时这个房子呢 也是远远不断还在侦察 看到对方到现在还没有造这个 还没有造这个兵营 我们看一下哎有想法了 我直接敲三个民兵过来 哇一本T2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一本火魔塔 那这一波我们看一下兽组能不能扛住呢 一般这个开局防火魔塔还是比较的好防 因为他很早就放下这个战争模仿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人组 好马上马上要买一个火焰领主来了 火焰领主一来马上要进攻 这边的话人族开始造塔了 健身练着急 哎就突然家里好像被人T2了 我们看一下健身 哎呦还甘着先把装备拿到手再说 哎呦这个装备一般啊 打了一个指环加三 健身要高一贴 这里可以先处理一下这边的小农民 不过这里有四个农民 你好像砍一砍不完 健身这个状态有点差 继续杀 不过健身死一次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现在血量也比较的残 那这里的话健身往这边一冲 房子还是看到了健身的一个位置 人族的话慢慢马塔进去啊 慢慢马塔 这边哇 兽族第一时间先升好这个尖刺障案 尖刺障案一升好 这边小步兵想去推进拆建筑 难度就有点大 因为有一个反弹伤害的存在 好我们看一下人族现在是慢慢推进 哎 拆一下对方的这个小地洞 然后商店到时候也要第一时间去拆掉啊 先拆个地洞啊 再拆一个房子 这边的话 第一个塔是圣塔限制一下剑圣 兽族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地洞马上也好 然后依靠地洞防守一下 所以现在塔也不太敢造太弃啊 因为会被地洞给射到 这一波的话 剑圣啊终究还是被火焰领主给A掉了 那现在兽族英雄阵亡 暂时没什么节奏 人族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时间能干什么呢 但对方的话尖刺障案马上升好 人族想冲进去啊 说实话难度有点大 人族家里我们看一下啊 暂时没有造什么塔 家里的话我伐木树先升级一下 否则的话 后面木头会比较的缺 这边小农民赶紧回家 确实人族现在比较缺木头 那兽族千次障碍升好 这边小步兵想去拆 难度有点大 小伙人分裂一下 我们看一下前线啊 再造一个兵营 这样的话兵线啊稍微的有点快 没有那么的长了 这一波剑圣复火 看看剑圣 首先就挑中你的火焰领主 火焰领主现在还是比较的脆啊 被对方各种输出 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 突然之间不兵不拆了想杀剑圣 剑圣现在身上没有了啊 开不出疾风布也是有点危险 现在就是一个经典的是吧 防守反击战 我们看一下 这边TR打进去的话好像有点难 而且兽族现在奥本已经升好 奥本升好的话 家里开始补塔 后面看看哪里能不能放下一个兵营 兵营一放啊 后面可以出这个投石车 所以人族再想打进去的话 只能争取在这个时间差之前进攻 但现在对方升好这个尖刺障碍 想拆进去 说实话难度还是有点大 哎火焰领主现在和剑圣刚了一波 能刚引吗 这边的话 步兵想找机会继续去练下棋啊 让火焰领主练到二 练到二的话是吧 有一个灼烧啊 这样的话输出高一点 这边我们看一下 赶紧造一个商店啊 现在步兵的状态有点差啊 拆键就拆了把自己给拆伤了 好现在的话 步兵提供一下视野 哎继续提供一下视野 可以射到对方的这个基地 家里我们看一下 人族家里的话还是补农民啊 采资源没有什么变化 这里的话商店马上造好 可以贴个药膏 刚好现在没事 拆进去也有点难啊 顺利的顺势 在这里分框一练 可以找机会开一个分框 好我们看一下兽组这一边 建设状态不好 等于是也是在等 等自己的乌鱼哲 兽组双兵营 双兵营要出投石车了 投石车一般出到两个之后 人族进攻TR的话 如果没有拿下 那一应该就拿不下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人族怎么选择 先把这边分框练完 民兵一销 开一个分框 反正现在正好也没事做 然后商店造好 补一下状态 那接下来对于人族来说是尽量拖 想拆进去难度有点大 毕竟对方这个城防生好 尖刺招爱生好 而且投石车马上要出来 人族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和对方拖时间 为自己的分框拖时间 为自己的科技拖时间 现在人族还没有升本 现在前线的话 步兵有点多 升好了顶顿的富特曼 往前冲 就是和对方耗时间 现在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如果 手足操作稍微差一点的话 找准机会 把对方的这个 小投石车给A掉 那还是有点机会的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边提供一下视野的话 两个塔 还是可以射到手足这个基地的 当然这个时候 手足的投石车来了呀 好 我们看一下 双方现在都在蓄势兵力 都在储存兵力 准备好之后 要开始疯狂的一个工程 一个防守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手足是双兵营 保投石车 所以说人族想踢 很难很难 只能通过这些小步兵 尽量的拖一点时间 这边 手足的话 城防建筑血奏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城防还有这个尖刺障 都已经升好了 所以小步兵也不太敢去打建筑 打建筑的话 自己掉血也是掉的非常的多 只能找机会打一下对方的一个车子 或者是英雄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的话 位置调整的都很不错 步兵开始往前想勾引一下对方 但是这边手足好像非常的冷静 没有冲动 靠投石车慢慢往前推进 好 现在的话 人族火焰灵主过来 骗一下剑圣也出不出来 在剑圣上我不出来 我就不出来 我就躲在这里 好 投石车把这个圣塔给A掉 那剑圣有点不怕了 我现在是吧 有疾风布 你没有圣塔 你拿我怎样 剑圣一点都不慌 表示我有疾风布 一点都不慌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哎 火焰灵主 直接升级了一个灵魂燃烧 那灵魂燃烧有一个沉默的技能 这一波剑圣没有算到呀 这对方升个灵魂燃烧 剑圣疾风布开不出来 直接被沉默 然后顺势把剑圣给秒杀了 这火焰灵主 真的是一个宝藏英雄 是吧 有进攻还能沉默 好 这一波的话我们看一下兽族 剑圣阵王 这个节奏就稍微得有点断档了啊 现在只能把这边人族 哎 这些违规建筑啊 全部拆掉 好 家里的话 开始补二本建筑了 这边补个兽篮 这边的话补了个牛托轮图 那应该是白牛加上狼旗 这一边我们看一下火焰灵主 继续和对方拖一下时间 主要是为自己这个分框 还有自己这个科技啊 争取时间 现在人族二本 刚开始升啊 升了一半 步兵的话慢聊一套 状态套得非常的不错 哎 想顺势过来打一下对方的车子 对方车子赶紧躲到里面 这里的话把对方还没造好的 这个二本建筑拆一拆 尽量再拖时间 好 这一边双方啊 想法都非常的明确 人族 反正想踢啊肯定是踢不下来了 现在只能靠小步兵拖时间 那剑圣又出来了 剑圣现在应该吸取了教训啊 对方这个英雄是有沉默技能的 你建设即便是有魔法之 其封部不一定能开出来 好 这里我们看一下 一个顶顿的富特曼还是能扛很久啊 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看看要不要找机会去练练集呢 火焰领主练到三 这里到时候买个裙部 刚好这边残血的步兵 哎 裙部一吃 状态立刻会复好 乌勇 这边还没有练完直接就吃 不得不说 人族有钱真好 好 人族二本身好 家里的话补一个商店 这边分框只有一个圣塔 也没有说想和对方多耗多久 后面应该是靠自己的部队来守一下 这边受阻终终于是发现 呃 其有此理 居然在我门口开我的分框 好 我的投石车 来 赶紧 那你投石车想过来的话 这边有步兵 你投石车的发挥空间还不太好 是吧 这不像工程 工程的话你可以靠建筑防守一下 但是你现在在野外和对方打 你这个投石车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而且投石车非常的脆 好 这边是切打切走 切打切走 健身 哎 健身还想杀这个火焰领主 这边继续想围杀 那健身小心啊 对方是有沉默的 这一步我们看一下 步兵继续继续想围一下健身 健身赶紧测一下 这里健身围不住 哎 转头拆你的这边车子 群补再一吃 这边车子的话 哎 稍微有点自己卡自己的感觉 现在突然之间又想来杀健身 哦 这一波步杀健身 直接围你的小歪 哇 这一波不经意自己的围杀 非常的秀 小歪完全没想到 兽续现在是一直在操作自己的健身和车子 哎 没想到对方突然目标 转成了自己的这个小歪 哎 这里我们看一下 健身被卡住 想进去有点难 状态小的有点差 这两个小伙来偷偷的点一下对方的车子 点了两个车子 哎 这一波顺利啊 就把兽续的节奏给打断了 兽续的话还在和对方号 这边分框开得很开心啊 双本 兽续我们看一下 人族的三本即将生好 一口气补了三个施救龙 可以的 后面的话直接是输旧和你打 这里 富特曼啊 状态有点差了 群补已经没有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 还得回主框这边去买这个 买一个药膏 好 健身的话在外面状态 慢慢补慢慢补 终于补好了 等这里小歪复活 赶紧啊去拆一下人族的这个分框 人族这个分框啊 踩了非常多的钱 我们看一下 默认是12000 现在已经踩到9500了 这2500多块钱踩完 双方这个资源差的有点大 好 现在赶紧车子赶紧过来拆 现在农民赶紧秀啊 还在拖时间 这边我们看一下 商店的话前线没有商店 这一波有点难受 看看要不要直接交TP呢 你再这样走过去有可能保不住啊 好 对方没有英雄 没有过来拆啊 只是两辆车子 英雄还在方面 风光的不等级 白牛出来 狼旗出来 后面的话工程能力继续增强 这边小伙人过来 也控制一下这边的车子 这车子有点嚣张啊 一个小伙人 把两个车子就赶跑了 但是对方大部队也过来 现在兽族的话 资源还是有点紧缺 部队永远是成不了形 这边我们看一下 人走 好 大部队 开始开拔到了分框 继续拖时间 继续守一下分框 这边车子打的有点伤 步兵顶顿顶起来 继续摸一下 健身的话 开始 这边的小步兵 有顶顿的步兵还是比较的硬啊 突然之间 火焰领主走位有点差 这里有狼旗 有小歪 控制技能还是有点强 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 火焰领主身上有TP 交个TP还是能跑 但是你舍不舍的交呢 好 还是守的还是舍的啊 保命要紧 另外一边的话 欲有这几个顶顿 富特曼又把这边的车子给A掉了 这兽子节奏啊 就是啊 起不来 一直在自己家里这里排火啊 出不去 把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人足的话 三本已经好了 已经三师救人开始报师救了 后面的话 人家空军打你的这些地面部队有点难 好 三个师救已经安排好 骑士也已经出来 这一波的话 健身还在家里处理这些小步兵 人足这个步兵啊 也是宝藏单位是吧 这个钱啊 不贵 但是呢 能非常好的拖时间 尤其是顶顿生好啊 真的很猛 好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健身贴了个加速 好 直接想杀一下这个火焰领主 这一波火焰领主身上有TP啊 也有药膏 要不要交呢 舍不舍得交啊 是一个问题啊 直接先把药膏吃掉 然后的话为施救争取时间 看能把对方的狼奇给带走 还是交了个TP 现在兽足杀英雄的能力很强 火焰领主的话 后面不一定能保住命啊 等自己的施救越多 火焰领主可能可以牺牲一下自己 为自己的这个空军啊 做一下一个时间 否则每次一见面就TP很伤 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控制技能 兽足终于要开始把这个分框给拔掉了 这边人足有钱吗 人足现在空军啊 只有三个有点少 这边想继续开分框啊 小农民拉过来 呜呦 这里还是要保自己的这个分框 好 直接交TP 直接过来保 那这边剑胜过来之后 火焰领主身上没有TP啊 这边也没有什么药膏 很危险 那这一波的话 四级火焰领主要被带走 狼奇 我们看三个狼奇再加小Y一个变 火焰领主完全被控制的死死的 好 火焰领主手起道路啊 直接被剑胜秒掉 但是这边的师旧 兽足怎么处理呢 剑胜没有三本 没有电球对不了空 那你现在对空军的话 只能是白牛小Y 或者是狼奇把师旧给往下来 那现在 兽足很尴尬 处理不了对方这些空军 这边我们看一下 人族三个小农民过来 还没有造这个房子啊 没有造这个基地 这一边的话 建设状态有点差 但是 人族没有英雄靠兵还是很强啊 主要是兵种克着 往上来 先把对方的白牛给点掉 这里想杀对方的骑士啊 但骑士很硬 这没办法啊 见到对方这些部队只能撤 兽足的话 没有三本啊 没有三本处理师旧起来 还是有点难度 狼奇 先把师旧往下来 尽量拖点时间 哎 有想法啊 还想继续去杀一下师旧 这边 剑圣直接阵亡 打出祭祭 好 我们恭喜坦克啊 这一局的话 战术执行也是非常的到位 哎 非常有想法 假帖啊 真三本 然后出师旧 把你给带走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